就在全民掀起帮助汪峰上头条的活动时 汪峰又在做什么呢 汪峰对网上的评论不能理解 他说他自己觉得被推上头条挺受伤的 就了解张子怡做的时间一直在上海拍戏 昨日他还是接受了专访 说最近关于自己的种种传闻的心态 当被问到九日演唱会八分钟告白时 他说这么长的一段话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当下在当时一字不差的说出来 主要的是我想对他说的 第二你们看到了 有些话语有些情怀是我想对公众说的 又被问到你说很想像正常人一样那样 二着手在街上购物散步 沐浴阳光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可能是永恒的矛盾 那你怎么办 汪峰说没有什么怎么办 我向来都是做我想去做的事情 以及我认为没有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汪峰的情史最近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汪峰也表示了自己对爱情的态度 他说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我内心最重要的诉求 他说自己还是会把工作重心放在新专辑上 他的新专辑将于12月初退出 不过小编想提醒汪峰的是 金马奖马上要揭晓了 贺岁党也要来了 他学习们 整理不大